好 OK嗎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謝謝 現在是剛剛的舞曲還跳得還滿意嗎 妳覺得 嗯 滿意吧 就是我自己跳的時候 覺得感覺不錯啊 今天這麼熱 然後就是跳力度這麼強的舞蹈 有沒有覺得有點辛苦 我一開始就是有想過說 因為我今天一早上出門的時候 我就發現天啊今天太陽也太大了吧 然後我就開始想到我的外套以及 是在戶外 所以我剛剛其實有做好一些心理建設 所以剛剛就是在跳的時候 雖然很熱但是我有一點 就是假裝沒有感覺這樣 還是說之後會再設計什麼清涼一點的裝扮之類的 呃 清涼一點嗎 因為其實這個舞蹈 就是有搭配外套 就想說第一次 呃 跳給大家看還是搭個外套好 因為有外套舞 但之後可能就是會用隱形外套 就是我覺得有外套他就在 就是你們看不到 但是我覺得有 基本上今天這張專輯是全舞曲 那除了這一首啊 還有比他力度更強的 你來說這個是我們的主打 最有力量的舞蹈 呃 這首歌是第一波主打 然後這波的舞蹈就是比較 呃 力道跟一個舞感 還有一個態度的東西比較多 對 態度是比較 覺得很有自信 然後覺得遇到什麼困難都 I don't care的那種自信感 然後下一波是愛得起 那個就比較 對我來說是比較高難度的 類似油養 就是會要需要練體能啊 然後要先 呃 就是要撐過那個 一直沒有辦法休息的那個狀態 因為我下一首歌是 可以講嗎 就可以啦 就講了嘛 就是電音 就是比較歐美的EDM電影 就是 呃 完全 每一個節拍都是跳動 完全沒有在休息的 對 這次舞蹈有沒有想要追求什麼風格 或是自己有些喜歡的動作 或是找標準的表演老師之類的 呃 下一波再講 下一波再講 是喔 好欸 他媽講一下那個MV 是跟何浩誠一起拍 很多粉絲看你們的DPO合集 就好感動 這就很開心啊 就是其實也是很想要 讓大家回味一下 就是當時 我跟那個楊子浩的CP感 對 然後再次跟他拍MV的時候 就是真的很開心 就是又有一次在合作的感覺 這樣 漢花絮是不是又被何浩誠 就是整了一波 對啊 他就是不忘整我耶 就是無時無刻 只要他想到就會整一下 那我覺得那個電是真的蠻痛的 在拍MV過程就是蠻有趣的吧 有什麼 蛤 有什麼有趣的可以分享 除了被枕之外 除了被枕之外 除了被枕 有趣的喔 就是跟四個女生 蛤 場景 場景喔 講場景 我覺得場景很酷 就是有在冰宮 然後我是在冰宮上面跳 然後本來他們就說在冰宮的那個 地上呢就是要加釘鞋 所以我就加了釘鞋 所以我就加了釘鞋 但是跳的時候我還是覺得有點滑滑的 就是還是有點快要滑倒的感覺 然後後來當我 喔 當我拍完之後把釘鞋拔掉發現 欸好像更不滑耶 赤腳嗎還是 不是就是把那個釘 它就是有一個套子吧 套子套在上面 就是它就是會防滑 但是我把那個套子拔掉之後 反而更不滑 那就再跳了一次 沒有喔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這樣過了 沒關係啦 練一下肌力啦 那在冰宮裡面穿這麼少跳會不會冷 冰宮裡面穿的比較多 嗯 就稍微多一點 但是還是很冷 就是 就是都有準備薑茶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 欸什麼 學衣喔 學衣 會不會有點影響到肢體的 因為比較冷 不會啊 因為會先熱起來 就是在旁邊自己先暖身 那來追我把這個歌詞 還是蠻有趣的耶 是你自己本身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什麼什麼 就歌詞本身 是你自己本人也會這樣子 就會 如果男朋友 是你的鞋照 對啊 就是來追我的男友 嗯 就是其實我 就是覺得 我們女生都要 夠愛自己嘛 就是你愛自己的時候 當別人 來跟你 就是追你男友 或者是給你什麼挑戰的時候 你就不會 第一個反應的是 先懷疑自己 或者是 擔心 會不會比不上別人 或會有任何恐懼的感覺 就是你要愛 夠愛自己的話 你就會很有自信 呈現一個就是 I don't care 就是 就算你搶走了 就代表我值得更好的 也無所謂這樣 就是態度 要是這樣子的 好 對這個態度 你自己傳謀的 自己可以嗎 我可以啊 我可以 以前的我 可能沒辦法 但是我現在 懂得自己 喜歡的是什麼 然後也更 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也更愛自己了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我要是 再遇到 同樣的事情 就可能會再更勇敢一點 嗯 OK 好 謝謝